2024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拉开帷幕 第一天就是男子60米的重头戏 男子60米飞人大战 吸引了众多田径名将的参赛 科尔曼、莱尔斯、欧曼亚拉和阿基姆布雷克 还有日本名将多田修平 均给这场比赛增添了华丽色彩 男子60米比赛是一天三枪 分为预赛、半决赛和决赛 足以让田径迷们一次看得痛快 预赛中科尔曼就跑出了6秒49的出色表现 力压所有对手排名榜首 肯尼亚选手欧曼亚拉以6秒52 千分为成绩6秒512排名第二 日本名将多田修平也是6秒52 但千分为成绩是6秒514 排名第三位 值得一提的是 多田修平在预赛中就打破了日本的国家记录 半决赛中 科尔曼继续发力跑出了6秒43的成绩 轻松斩获第一名 莱尔斯紧随其后 跑出了6秒47的成绩 亚买加选手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是莱尔斯跑出的6秒43 恐怕将会难逢敌手 傲视群雄了 中午的预赛中就打破了5秒 从百分之预赛中就打破了5秒